Hello 大家好 我是Freezy 今次這段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幾天空檔的研究 因為我沒有一天完整的假期 所以我就放一些日上來跟大家分享 話說我今天就是平日的晚上 星期四晚上 我約了這個余教老師 也是我之前跟大家介紹的一個 其實他的主職是芭蕾舞為主 所以我就跟他聊 原來他也有教線上芭蕾舞 其實當然了 真心說的 我覺得線上芭蕾舞 我估計真的不太合理 但我不知道 我可能想完再跟大家分享 但我覺得一定不夠實體的好 但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 我真的無法收工趕過去 而我又未找到適合的新老師主 所以我暫時想用網課這個形式頂著檔 因為我暑假到現在 其實我停了兩個多三個月 所以我就不想再繼續停去 因為你越停就會越來越差 所以我就算是網課也好 我先上課 可能過一段時間 我看看 可能再密析一下新老師 看看哪一間中間 能夾到時間 或者找到一些一對一的老師 那我就會繼續 pick up face to face的上課 但目前呢 我可能就暫時在家裡上課 我當然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究竟是怎樣在家裡上課 很幸好就是我家裡直接有這條把桿 那就方便一點 不用用椅子 那基本上就是 騰空這個區域 然後就保持練 其實這個老師是 撿得非常非常仔細 我覺得他眼睛都很尖 所以基本上 很多一些隱藏的動作 他看你沒有停止 或者是 擺不合的重心 他都會馬上告訴你 我剛剛上課了 其實我這次是 預約了兩至五十分鐘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縮時 我忘記放一個鐘在旁邊 其實我應該放一個鐘在旁邊 給大家看時間 因為我縮時 我會教得很快 所以看上去幾秒的影片 但其實我是兩至五十分鐘 再加老師想多了一點點給我 其實是一個鐘頭四十五分鐘 所以是非常非常累的 因為當時我也在質疑 究竟行不行呢? 坦白說 如果三種類型的班 就是 你一對很多 即是一對一大班 接著 一對一 Amazing Talk Card 還有 一對一 私人真實 face to face上 我的排名 第一 會是一對一face to face 第二 會是Amazing Talk Card 第三 會是一大班 這個是令我有點驚喜的 我本身以為Amazing Talk Card會放在最後 因為他沒有這麼想跳舞 但我都會覺得 他又看不到你的動作 又碰不到你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適當於我的情況 就是因為我本身 之前又開始學到現在 其實我學了一年多 差不多兩年了 巴雷舞 所以我本身對那些動作 和Pattern的練習 已經有一定的routine 而且我大概知道他會做什麼 其次就是 就是之前老師說過我跳舞的一些問題 譬如我跨不夠力 或者是背挺不直 譬如可能一些腳回來的動作 你不可以就這樣 就這樣拍到地上就算了 他可能要很高要求的 譬如你腳伸展完 你要先壓下來 再慢慢拖腳進來 類似這些細節 之前老師重複了幾次 那我路有記在心裡 所以就變相 我覺得1.1 Amazing Talker 就是你的感應要很強 譬如我老師他教你 因為他觸不到你 譬如他說 叫你的手怎麼下跌的時候 他可能會跟你說 你要手腕抬高 即是你要馬上感受到哪裡手腕 不然你就會很混亂 他難的話 是難在這個部分 即是你要聽得清楚 你要靠聽去理解到指令 其次就是你要自己好知道 譬如可能老師說你 噢 右邊屁股抬起了 你真的要有意識地自己壓下去 那但是 好是好在 我覺得這一位老師 如果他覺得face to face 就真的太好了 可惜他台灣人 因為他是 很仔細 即是他撿得 因為我是 沒有插耳機 什麼都沒有 我就這樣撥開 所以我爸媽也聽到 連我媽媽也說老師 是說得很仔細 即是他只是聽到這些指令 其實他會很看得到 你哪一個位置沒有用力 用得那麼好 即是其實他是很認真 而且這個老師是會避免的 現時暫時頂著當來 我覺得是完全OK的 因為我想跟回我之前 那位老師去學 其實我首選是想跟他一對一 但他一對一的收費 就不是我可以支付得到的價錢 不過我想其實大致上大家都差不多 即是你想想一對一的瑜伽 或者一對一的巴女帽 任何東西 其實都是這個價錢的 即是過千元一堂 那所以就變相 如果我每個星期上的話 就有點吃力 但是呢 因為我Amazing Talker 其實價錢是非常非常便宜 即是你當是百幾百元左右 那所以我就算一個星期上兩堂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所以我就會跟這個老師去學瑜伽 和學巴女帽 頂著當先 那即是遲些如果我找到合適的中心 那我就再去考慮轉出去 正式的老師就轉了第三個 但實際上學過 中間還有一間很短的 即是上過幾堂的 那所以應該是轉過四間 那我什麼都試勻了 即是兩間不同的中心 大班的 然後第一間中心的一對一都試過 然後第三位老師就是純一對一 然後這個是網課 那我什麼都試勻了 那所以我覺得都OK的 那今天就大致上完了 那現在就洗澡 然後坐一會我就睡了 因為我明天就是我放假的日子 但我放假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那我就明天再跟大家分享 時間就來到夜晚了 那那天也是由瑜伽開始 因為第二天放假 所以那天可以稍微上夜一點點 那首先上50分鐘瑜伽 然後後面又有一個新的興趣 就是超級多的興趣 我就是學唱歌的 那我之前其實一直都沒想過我會學唱歌 那但是突然間心血來潮 那就找了一位外國的老師 其他是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唱英文歌 其二就是我喜歡 外國人他天生很圓潤的場刊 那所以就跟他去上課 那這裡有一點點上課的片段 可以給大家聽聽 而且我都很依賴網課這個形式 只要是網課 其實你省了很多搭車的時間 你就可以加多點興趣版 因為它會幫你唱歌 但實際上它不會幫你 它會幫你唱歌 它會幫你唱歌 所以我們想要確實 我們的唇膏會一直在唱歌 對嗎 當我們在唱歌 早晨 現在是早晨 6點 13 今天剛才剛才起床 聽到外面很幸運 我這邊有個天然的鬧鐘 很像大聲的 就是開了外面的廳燈 所以看到反光有點黃黃的 這樣我就準備起床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剛才在吃這個 這個很好吃 它是酸酸甜甜的蘋果乾 然後我現在就準備看書 我現在在看的新書就是 韓桿 就是今年諾貝爾獎的作家 其中一本最出名的書叫做素食者 我看完超過一半 我現在就這幾個小時就看一會書 來這裡拿這個排期箱 搞定了 今天就趁假期就完成了 其實我拖了一年多 應該是年多前的 我現在 完了之後 我打算去銅鑼灣逛街 好久沒出來逛街 來銅鑼灣 去逛一會兒 然後再回來 今晚跟家人出去吃飯 來到Donkey 就去買菜 買食物 想說最近 我的朋友之間 大家之間是互相沒有接觸的 但他們 大家不約而謀地 開始越來越喜歡 走超市 我剛剛就回到家了 那為什麼我突然換了一件這麼中式的衣服呢 就是因為我倒了一個包裹 那我試一試身 那不過不要緊 我照著介紹 就是照著它來介紹 那其實我今天就 本身呢 我是打算在銅鑼灣那裡 真的完整地去逛街 那通常呢 我去銅鑼灣的話 我會出現在幾個地方 首先呢 就是黃濕堂 因為那裡有一些地類系的店 有家時裝店 有MUJI 有IKEA DONKE 那些都是那個區 然後呢 我通常呢 我會去黑神 因為黑神裡面有食品 那基本上 我每次一定會去逛食品 那然後再去呢 就是去時代廣場 去看 宮崎鑼那間店 還有逛逛City Super 我本身呢 今天也是打算跟著這個步驟去逛 但是結果呢 我在DONKE的時候呢 我突然心血來潮 就買了很多菜 因為其實我也挺喜歡買食物 還有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 就是我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我是一個不是很喜歡吃零食的人 就是我是喜歡吃一些正餐的食物 多過喜歡吃零食 那所以 我自己的零食 我沒有刻意說要很健康飲食還是怎樣的 但是通常我習慣性 我肚餓的時候 我可能會喜歡 就是吃一些沙律啊 或者是 煮個麵啊 這樣去吃 就是 多過去咬包薯片那些 就是我對薯片或者零食的慾望是比較低的 先買了兩盒沙律 因為我爸很喜歡吃沙律 所以我就買了兩盒 可以分享吃一點點 然後呢 就買了一些醬料 我逐個逐個說 我買了一個燒肉汁 因為我買了 牛扒 本來呢 是打算在CTSUPER買的 但我還沒走到CTSUPER 已經買了整袋都是東西 我真的抽不到 所以我今天就 只在黃室堡那裡 繞了一圈 買完 DONKE 然後去MUJI 去MUJI買買的東西 吃完飯就回來了 然後呢 就買了這個菜 叫水菜 其實我還沒吃過這個菜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還有這個豆苗 這個呢 它是 你中間這樣剪完 然後你拿一個膠盒 養著它 它可以再生多一次出來 你可以再收成 但是這個其實也挺好吃的 當時呢 我第一次知道這個 就是看天氣之子裡面 的時候 就知道有這個蔬菜 然後吃下去是挺好吃的 就是它是跟豆苗的味道很像 但是它是芽菜的質感 然後呢 我買了一個很漂亮的巨峰蹄子 這個 它減價也要98元 我跟我的朋友都是一樣 外出很喜歡逛超少 年紀輕輕 已經一把年紀了 整個小子 然後買了兩個魷魚 不知道好不好吃 看一下整熱它 看好不好吃 因為我都很喜歡吃魷魚 然後買了這個菇 買了一個飯素 還有就是 這個呢 我打算是用來點沙律吃的 它是檸檬醋來的 我喜歡點醋 比吃芝麻醬多 就有一個青椒仔 因為它很有趣 所以想試一下看好不好吃 日本的薯仔 在這裡 最後呢 有多一包回鍋肉的醬 之前煮過很多次 它又簡單 又調味也挺好吃的 基本上跟著它 後面的那些材料 就算不懂看日文 你看圖你也了解到它做什麼 所以你就是 準備好這些材料 然後加這包醬下去炒 就會很香 但是當然它 跟四川回鍋肉是有差的 因為你知道日本的食物通常比較甜 所以它帶有一點甜味 兩包的小籠包 在這裡 大致上呢 就是這麼多了 還有呢 剛才那些回鍋肉醬 其實我買多了一包回鍋肉醬 還有試了這個青椒肉絲的醬料 它裡面只有醬 食材你要入外準備 然後呢 有一個很開心的一件事 我平時床上用的床單 其實是來自於無日涼品 無日涼品的床單 是有很多質地的 有棉麻的質地 有一種冰絲涼感質地 而它所有的質地裡面 基本上有很多質地 一摸我就一定不會買的 譬如是麻布質地 一來它沒那麼舒服 二來呢 它會很潮的 洗完出來 你一定要燙 但是你真的不會這麼有限 以致去燙床單 就是很喜歡無人的一隻棉質的床單 但是棉質的那隻床單 之前的人斷貨 斷了大概年多 差不多兩年了 那我一直 因為家裡那些床單 用了兩年多三年了 那是直接用到穿了孔 因為你換啦 經常洗 它始終是一個消耗品 但是一直都找不到替換 所以我就任由那個孔存在 就是它不是很大的孔 它是一個小孔 但是因為它洗得太薄了 很驚訝地 就是我經過的時候 它翻了貨 還要有新款 所以我就買了 但是因為我們家裡其實是很少 就是不需要那麼多個皮袋 我們不是 就是我們夏天不會蓋棉胎那些 就是我那張箭 大家都看到上面它本身已經自帶公仔 所以就不需要皮袋 床單我就買了 所以我就幫家裡整間屋就換了 所以我就買了三套 因為還有一套是用到的 所以那一套我就不換 就是我就是換一些真的穿了孔的 那我就買了這一套 它其實是... 現在是新色來的 就是它跟這個是一套 它有一個有花紋的大張板 但是那個是一個皮袋來的 它床粒呢 多數就是這樣正式 而我就是很喜歡一些很簡潔的設計 因為之前我是直接想過 還是我去哪裡買一些純白色的床單呢 但是純白色的那些 就是酒店的那些床單 其實不夠這些面質的床單舒服的 那所以呢我就 見到Muji有出就太好了 就是它又不至於說死白色 它有一點點顏色的 但是又是一些很簡約的設計 那所以呢我就買了這裡兩套 那有一套就是放在爸爸媽媽的房間的 稍微啡色一點點的顏色 但是它們這兩個其實不是一套的 它的配套的那張床單是一個 非常非常深的一個啡色 就是差不多深到那些 醬油淺一點點的 但是我就不喜歡那一套 所以我就搭了其他 但是都是同一個質地的 其他床單 就是舊款不是新款那一套 這樣搭配 我覺得會舒服一點 因為我不想再用太深色的床單 我爸爸的房間那個床單之前 我幫他買 因為為了跟我來做一個區分 那所以呢 我買了兩套都是很深色的給他 但是我就覺得這樣不是很好看的 我就覺得不如全屋清一色 換淺色 舒服一點 其實都不會撈得亂的 而且就算撈亂了也無所謂 你會洗的嘛 你洗完都乾淨的嘛 所以最後就買了這麼多我枕頭 再加這一堆的床單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這些我就拆掉它出來準備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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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對 如果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